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介面左边-L远 就是在第一层介质这个地方 它的Z值是等于这个 这个是我们根据以前 就是根据电磁波 垂直入射 两层介质垂直入射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式子 那么注意它这个就是 第一层介质的固有主抗 而分母的这个地方 这是第二层介质 这个Ata2是第二层介质 那这个Beta1 这些都是第一层介质 那么如果在多层介质里面 我们可以用上一个结果 就是比如说 这是第一层 这是第二层 这是第三层 那么如果我们要看 在第一层介质在第一层 在第一层跟第二层的介面 在第一层介面 是Z等于0 它的左边 就是Z等于-L的地方 它的这个Total field impedance 这是第二个 第一个也可以 第一个就是我们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它还是用上面这个式子 这跟刚刚那个都一样 这是 eta1 这是 eta2 这是 eta2 如果是要看第二层介质的Total Field Impedance 那你就要看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 比如说在这个界质里头 靠这个界面右侧 还是Z等于0 如果它是在第二个界质 这个地方的Total Field Impedance 那它是等于什么 等于这边界质 等于这个界质的eta2 跟这个eta 就要用这个界质的eta eta3 这个用eta3 那其他的就是用本界质的 eta2 跟beta2 就是以此类推 每一层界质呢 你都要看它的这个界面 好 那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是说 如果有一个固有波主抗为eta2 厚度为低的界垫值 界垫值 界于界质1跟界质3之间 它有三个界质 那这个是第二个中间这个界质 界质1的富有波主抗是eta1 界质3的是eta3 那么要使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 这个就是上面这个图 上面这个图 界质1 界质2 界质3 那么我们要使从界质1 垂直入射于界质2的均匀平面电磁波 没有反射 那么第二层界质的d 跟第二层界质的eta2 它的值应该是多少 好 我们再看一次这个图 那坡从这边进来 入射坡从这边进来 进来以后呢 它到这个界面应该有反射 有穿射 对不对 这个是穿射 这个有穿射 这个是它的反射坡 这个是反射坡 那现在我们不要这个反射坡 就是说 它从这里射进来以后啊 它的反射坡 intensity等于雷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问 这个界质 它的eta2的值是多少 它的厚度低是多少 要问这个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要做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们就看这个 它的设定 好 界质1没有反射 这个界质1 在界面的地方啊 它的反射系数要等于零 那么你看这个就是 界质1 界质1 在任何一个位置的地方 它的反射系数是等于这个值 这是z值 好 那现在我们说 好 在第一个界质里面 通通没有波了 那就是全部的反射系数都要等于零 不管你的z等于多少 好 那就是说它这个 这个时候一定是gamma1等于零啊 这个大小要等于零啊 好 那么我们就 把这个gamma1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求 这个时候 这个界质的total field impedance 因为这个是零 所以呢 这就变成a1 就是说在z等于零的 我们现在去看这个total field impedance 当然你任何一个地方 都是a1的 都是a1的 z等于零也是h1的 好 那么 为什么要求这个z呢 因为 你现在要看第一层界质跟第二层界质 第一层界质跟第二层界质 它也必须要有连续条件了 你这个没有反射 它还是要满足这个连续条件了 这个连续条件就是什么呢 在这个界面的左侧 跟这个界面的右侧 都是z等于零的地方 total field impedance是相连续 是相连续 那么我们就有 z2 0等于z1 0等于eta1 你有了eta1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看这个z2 0 在第二层界质的 靠第一个界面的右侧 z等于零的地方 它的z1不就可以用这个做吗 第二层界质 所以这是用第二层界质 在eta2 第二层界质 然后这个是用第三层 这个beta2呢 都是用本身的 都是用第二层的 我们知道这个要等于什么 这个等于eta1 我们现在要解什么东西呢 解这个d值 跟解eta2 这两个是未知数 你要解这两个未知数 那我们一定要有两个方程式 对不对 两个方程式才能解两个未知数 那现在我们就有这个方程式里面 这一项等于这个 我们分子分母同乘一个这个东西 于是左端就是eta2 乘上这个分子 右端就是eta1乘上这个分母 我们把这个式子展开 左边有实数项 也有虚数项 右边也有实数项 也有虚数项 所以一个幅数项等的时候呢 它的实数要等于实数 虚数项要等于虚数项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利用这个关系 你看这个是实数项 这个是实数项 相等 这个乘这个 是虚数项 这个乘这个虚数项 相等 J我们就不要了 我们就有两个equations 这两个equations 我们就可以用来解 两个未知数 一个是D 一个是eta2 eta3知道了 eta3是在空气 我们知道它是多少 那现在我们要解这两个方程式 那首先我们就这样子推论 假如 这是第一个式子 Cosine beta2D要等于零 如果这个要满足的话 你看 eta3不等于eta1 假如这个eta3不等于eta1 而这个要满足的话 一定是什么 最项等于零才可以 零才会等于零 因此这个等于零 那这个时候就是eta3 不等于eta1 那就是第二层介质前面 跟第二层介质后面 这个第一层介质 第三层介质 它的eta 固有主抗 不相等 如果 如果说 这个不等于零的话 而这个一定要相等 这个不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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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零的话 你看 这两个是同样的值 同样不为零的值 那你要把这个式子 左端要等于右端的话 那么一定是eta3等eta1 我们就判断 当这个式子要满足的时候 有这个条件 再从这个条件里头来看 假如是这个条件的话 cosin beta2等于零 eta3不等于eta1 那么 那么 这个时候呢 这个要等于零 这个等于零 一定是什么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beta2D 一定要等于 我们先看这个beta2D 它要 就是说这个角度 一定要等于 二分之拍的奇数倍 二分之拍的奇数倍 beta2D呢 我们就把beta2 又变成2π over lamina2 于是就有这样的一个方程式 好 于是我们把拍约掉 你就可以得到 第一 这个厚度 是等于四分之一 波长 这个波长是在 第二个戒指里的波长 它的奇数倍 n等于 n等于零 一二三四 所以它最薄 最薄 就是n等于零 就是这层戒指里面 波长的四分之一 我们说 因为在这里 cosin beta2D等于零 那么sin beta2D 就不等于零 这个等于零 这个应该等于多少 等于二分之拍 对不对 就不是零 我们就把这个值 带入这个式子 就是这个式子 哪一个式子呢 就是第二个式子 这边b式 带入这个式子 带入这个式子 那我们就得 eta2 因为这两个式子 我们先看 这个式子里面 beta2D 跟sin beta2D 跟sin beta2D 相等 可以约掉 它两个相等的话 就是这个不等于零 这个不等于零 这个约掉 那么就是 eta2 是等于eta1 乘eta3的平方根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到说 如果满足这个条件 就是说eta1 你看这里就是什么 eta1不等于eta3的时候 它的厚度 是等于这个 这层介质 颇长四分之一 的基数倍 还有eta2就是等于eta1 跟eta3的几何平均数 这是几何平均数 我们就有这个结果 那再来我们就考虑 这个条件 刚刚这个是这样 这个可以的话 如果是这个条件的话呢 这个不等于零 而是eta3 等于eta1 那么由这个式子里面 由这个式子里面 eta2平方 这里还是约掉 等于eta1 乘eta3 乘eta3 那么eta1跟eta3是相同的 相同的 所以就有eta2 是等于eta3 也等于eta1 这个条件呢 没有意义 这个条件就表示什么东西 这个坡 从第一层介质 射到第二层介质 再射到第三层介质 第一层是空气 第三层也是空气 那第二层 eta2跟它们都一样 那么也是空气 那就是说 这是单一介质 并不是三层介质 那因此这个呢 没有什么 这个结果就没有意义 如果说 这个是等于零的话 如果 如果 sin beta2 d 等于零 因为你 你这个不等于零 这个不等于零的时候 sin beta2 可以等于零 这个等于零 那么beta2 d 就等于nπ 就等于 π的整数倍 那么我们把这个 lemna beta2 用2π of lemna2 带进去 我们可以解出来 d是等于第二层介质 波长一半的整数倍 这个n是零一二三 等等 那么我们从以上的结果 分析的结果 我们对于这个问题 所提到的 要达到没有反射的目的 有两种可行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 data1 data3 这是相等了 告诉我们相等 那么 跟data2不一样 跟eta2不一样 那这个时候 它的厚度 就等于 二分之lemna2的 整数倍 就是介质一与介质三 波主抗相等 介质二的厚度 为波长 至整倍数 为波长的整倍数 好 再来 就是 ata3 不等于 ata1 如果ata3 跟ata1 也不相等 就是说 也不 也不一定 就是 第一个介质 是空气 第二 第三个介质 也是空气 不一定的话 那么 ata2 就是等于 第一个层介质 第三层介质 波主抗的 几何平均数 它这个时候 它的厚度 要等于 四分之一 lemna2的 基数倍 那这个意思就是 介质二的 固有 波主抗 为介质一与 介质三 波主抗的 几何平均数 介质二的厚度 是四分之一 波长的 基数倍 那就是这两种 可行的方法 所以 这个 Total Field Impedance 你看我们可以用它来 解这个问题 求这个 求这个 beta 跟介质的厚度 那么这一章呢 我们就介绍到 这个